疼苦了 你擦眼淚 疼苦了 疼的子柳眼淚真是疼 疼有点磨不磨到你不磨 我发不了 发不了什么 来 太好了 怎么了 人子精世界了 我不能拿它呢 我照太眼 我看整了 还是有点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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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领下成了 别摸到 还是有点整 要爽压西边吃点的 哎麻烦了很 还要去做核酸 那边打了几个电话 要做核酸 有点屎 另外一只就 一二三 再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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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吞呢 你太嫩的 支支的起来 用另外一个做使劲 啊 还有修车 还要找人拖车 他要骑不了 还有拖车 还有做核酸 好多事情啊 我还要找水 还要找吃的 还要找喝的 好多事情啊 我早不敢吃 这好 那你知道吗 我搞椅子坐着 我给你拿个椅子 我拿个椅子 快快 椅子给弄好了 谁给你倒好了 压高人挤好了 赶紧自己洗 现在人是我姐 信不信老铁 为了捡几根老铁 甩成这个样子 划算吗 而老铁现在也不值钱了 那边还有几个车友的大帐篷 在这个车后面 哎呀 别看了 赶紧刷下四斤吃饭吧 老铁 能死我姐 你给车子压翻了 我娘又被砸 右手上二十手上 哎 这好帅啊 我来搞对你挡子才行 搞个遮阳棚 我那个 我那个 那个天幕寄到拉萨的 咱寄不出来 我得搞个队 给他弄一下 太热了 条件有限 只能临时搭一个遮阳的了 但是有点矮 哎 太热了 太容易出来 给他搞点吃的 泡点东西吃 哎 我现在跟伺候大爷一样伺候着 就这个棚步有点矮 再高一点就好了 哪有棍子吗 这地方连个树都没有 拿来棍子告诉我 对啊 然后现在伺候大爷 吃的喝的给他弄好 泡好 买好小面包 吃炸菜有炸菜 吃面包有面包 啥都有 吃着吧 坐着吧 啊 感觉怎么样 还疼 哎 我就可拉拉闷了 上一秒 我们在蓝牙耳机的 冲响的 今天然后有肉吃了 我们到了安多县 我们俩还在说 到了安多县 把铁一卖 卖个几十块钱 哪怕卖不到一百块 卖个四五十块钱 买一斤肉来吃一吃 多嗨啊 是不是 我们还在蓝牙耳机 开玩笑啊 就有肉吃了 可开心了 剪得很嗨了 结果 三一秒刚说完 还没等一分钟 话音还没落 直接就摔了 我自己都蒙 蒙出了 他自己都摔蒙了 只能看 我看到那个就是 行车记录仪 我的我的行车记录仪 看到就是 有一块铁掉了 然后方向不准了 然后左我摇摆 其实我感觉你能扶正 我就想问问 你们是为什么没扶正 他车头摆了三次 左右左摆了三次 摆了左边右边的时候 然后扶正了 第三次摆过去 然后就直接 整个人摔飞出去了 直接就飞出去了 但是直接是爬的压去了 应该车把它带住了 让这个压住了 主要是那个边箱 那个边箱掉了 如果说边箱不掉的话 压不住它 边箱掉了 边箱掉了 你扶不住了 为什么 边箱掉的时候 左右两边不均匀 力量不一样了 边箱掉了之后 你猛了一下子往右弄了一下 因为右边重好 你左边轻了 对啊 然后就没没没没没没稳住 然后就直接飞出去了 对啊 不是飞 是爬的压去了 爬的压去了 不是上车还给我压去了 在车的那个发动机 那个地方 把他那个腿卡住了 把他的左腿卡住了啊 发动机是不是也摔到了 发动机也摔坏了 把发动机都摔了 你看那发动机的 啰嗦都要勒勒的不撑了 我感觉他那个发动机 往下移了 那不是发动机往下移 那是保鲜杆摔变心了 哦 发动机不可能摔坏 你看那个那个款也掉了 那个线黑线了 对哦 那个地方摔坏了 对啊 先别超新发动机吧 先别超新摩托车了吧 先把人扔修好吧 你这没法气扎搞你 你修好了 要么再来换车机 这个车坏了就坏了 我慢慢的气下去 气去修 因为这个地方 疫情 然后很多地方是没法 没有通地方修车的 而且没法修啊 现在 为什么说没法修呢 你们看他有两个断面 这个地方以前我也摔断过 但是一个横切面 如果一个横切面的话 直接入铝汗就好了 他现在焊不了 你看 他这边有个地方 这边有一个 看 这边有个地方 这边有一个 然后离螺丝都比较近 这一点点 估计有点难 有点难焊 我现在等电话 看这边有没有塞个龙 售后 能够把这个事情给处理一下 这样的话我就不用 就不用去拿东西去焊了 这没法焊啊 这个地方也变形 这个变形都没事 然后这个都无所谓了 因为这个是在后面 这后面这个 现在暂时都不修都没关系 主要是这里 然后发动机摔的 你看发动机都摔成这个样子 然后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还好 车道没啥 然后这全断了 你看 这全断了 哎呀 你说要么不摔车 一摔下个大的 对 大不大 这次是正大 原先都是原地倒车 这个这也是 飞了 那死亡要摆了 对啊 后不后悔捐铁 不后悔 假如捐铁开心 它摔一个头之后 对 简直题还不归一腰费 对 没有最开始前提 简直真的很开心啊 好多题 我们还憧憬着 今天晚上可以吃东好的 这妈呀 真的是吃东好了 这果然真的很好 谁在跟我说简直 我跟谁没玩 哎 然后没摔成这个样子 我都心疼死了 还好没骨折 要有骨折的话 我真的是 我泪就死了 我讲 我真的 你却连北伟 我骨折 我的那就是 我其实说实话 我宁愿我自己摔车 我都不宁愿你摔 我好得快 你摔的话 你老胆 老腿 你能行 我年轻 摔一下 我好得快 我告诉你 如果说这次摔车 是我骑这个车 如果说我摔车的话 我不会像他那样子 我感觉不平衡了 我把车扔了 我能直接滚出来跳了 为什么 因为我骑摩托 骑了两三年了 就是你感觉 自己控制不了了 那就放手 呃 本能反应 说实话 真的是本能反应 你包括我看完他摔车 我当时我傻眼了 我一直在蓝牙 就问怎么了 怎么了 其实我脑子已经反应过来 他摔车了 我要手上已经在熄火 然后停我的车去跑 让他跑 但是我的嘴还在不停的说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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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嘴都没反应过来 我感觉我的脑子 跟我的身体是两个 真的 我脑子指使我说话 但是我的身体 已经开始往他那跑了 你知道吗 就是 就是本能反应 这就是为什么 很多人都说 新手小白 不要跑这么远 一定要曾老司机 才跑远点 为什么 因为如果说 当你在出问题的时候 你会有本能的反应 如果是我的话 可能就是本能反应 把车扔了 人就过去了 人就出去了 滚两圈 因为我之前摔过一次 就是我把车扔了 人滚出去了 人没有受伤 就是轻微的插伤 因为穿着骑服 都无所谓 衣服擦破了 都无所谓 我带到 他的骑行服 胳膊走那里 摔的全是皮皮烂烂的 得亏我给你讲 骑衣服穿得厚 你不然的话 我给你讲 胳膊走都要受伤 他现在胳膊走 肩膀都没有受伤 只有腿受伤了 所以 这就是为什么 因为 为什么别人说 新手小白 不要跑这么远 就因为这 你知道吧 他没有本能反应 我当时眼睁睁的看着他摔出去的 看我摔出去 弯蛋了弯蛋了 我要挨骂了 当时的想法就是我要挨骂了 真的 然后还真的挨骂了 其实我真的 我带我妹出来 我真的压力很大 我真的是 我不想带她了 不是说只是说 我真的是我压力大 我来自很多方的压力 来自我父母都还好一点 没有跟我施加压力 昨天我父母 我妈就说了我一下 说我俩神经病 捡那么多铁干嘛 哭了哭了笑了笑 给给给给 然后最开始我是笑 这会我真的是哭了 我宁愿我自己受伤 真的 我自己受伤 我自己知道怎么处理 搞得我妹受伤 我都难受死了 虽然说我妹没责怪我吧 但是我真的是有点难过 责怪你啥 你怪我自己啊 不是 但是我一直以为她会跟我讲 如果说 呃 如果说 如果说她受伤啊 如果说你车子骑不住 你跟我讲 那我来骑 结果她还没给我讲 我看她骑得很好 你知道吗 对 骑得很好 拐歪的时候 拐歪弯道 上坡下坡 骑得都很好 我们速度又不快 而且那 三档还是四档来的 三档 三档不是四档 三档四档 然后三四只马的跑 根本就不快速度 这样是速度快 我跟你讲 人真的是要伤心中骨 是吧 当时我知道东西多重 而且我们都快到县城了 所以就速度都很慢 吸取教训啊 真的吸取教训 你要吸取教训 我要吸取教训 其实我真的压力很大 你就现在 你看我昨天发了一个短视频 后台私信 全是骂我的 都问我 小熊 你有没有责任 你没有责任心 怎么怎么样 都在骂我 我现在我评 我视频我都没有发 评论我都没有发 我到现在我连直播都没敢开 我就怕别人骂我 我真的压力很大 来自网友的 来自家人的 来自朋友的 他们都在责怪我 我太难了 哎 我的压力很大 我真的压力很大 我真的压力很大 吸取教训吧 也希望看到我们视频的朋友 也能吸取教训 刚刚那个就是厂家那边说 呃 然后修车也没法修 电都关门了 物流也不通 这车没法骑 哎 咱爸号过来吧 咱咱爸修 这没配件修个P啊 有配件我也能修啊 有配件修个啰嗦都好 哎